大家好,今天我们进入第18章第二节的部分 球面镜成像 所以之前我们讲到这个光的反射的话可以带平面镜 当然在球面镜也是可以进行光的反射 然后并且呈特定的一些像 所以接下去的话我们看 这边的话我们就定义说这个球面镜 什么是球面镜呢?就是它的这个镜子的反射面 是以一个球体 那球体的一部分当作是这个光的反射面 所以这边的话就有分凹面镜跟图面镜 所以凹面镜这边 所以凹面镜跟图面镜的有什么差别? 一个是拿球面的内表面 所以它叫凹陷进去的 然后呢另外一个是拿球的外表面 所以拿图出来的这个部分 所以这个是凹面跟图面的这一个区别 所以之前我们 哦应该你们没有看过 之前我们初中应该是有做过实验啊 就是要你们去观察所谓的实相跟实相 当这个蜡烛放在这个凹图面镜前面的时候 所以接下去的话呢我们就继续看 那一般上凹面镜跟图面镜的话 当光线设在他们这个镜面上的话 会怎样的一个现象 所以这边呢主要是针对平行光 平行所谓的平行光 所以这平行光是跟这个主光轴呢是平行的 所以平行光照在这个镜面上的时候 它就会呢这边讲的平行光来到这里 它呢就会呢辉聚光线来到这个点上面 这个点我们叫做呢实焦点 为什么叫实焦点 因为它是由真实的光线辉聚而成的这个地方 所以它的功能就是辉聚光线 相对来说如果是图面镜的话 图面镜呢当平行光照射在这个图面镜上面的话 它就会负责发散光线 所以光线呢并没有汇聚 好像这个左边这个图汇聚在一个点 它是负责发散 那么发散的话就肯定没有一个呢 是焦点在前面 那但是它的焦点呢是在哪里呢 就是我将这个反射的光线反方向拉长 所以这一个点呢就是所谓的虚焦点 讲虚是因为它不是由真实光线所组成 所以这一边呢通常我们讲用F点来代替 这个是用F OK 然后C是什么P是什么呢 这边C的话是想像说当这个 该讲嘛 我们所谓凹面跟图面的话 是拿球体的其中一部分作为反射面 所以讲像这个是一个球体的话 C就是呢这个球体的中心点 P的话呢就是这个呢静子的中心点 OK 所以C我们叫做呢球形 P的话我们叫做顶点 OK 所以这个这个slide主要是讲说 C就是这个球体的中心点 所以我们叫球形 然后顶点的话就是这个球体 就是这个球体的中心点 所以我们叫球形 然后顶点的话就是这个反射镜的这个中心的部分 OK 这一个刚才讲哦 主光轴的话 主光轴呢就是通过顶点跟球形的这一条直线 所以刚才呢光线呢是平行光 平行跟随平行呢就是跟这个主光轴平行的这个光线 OK 然后再去区率半径 区率半径呢就是这个球体的这个半径 也就是C跟P的这个呢距离哦 OK 然后焦点 焦点该讲了 焦点可以是反射线 汇聚而成的这个点叫做焦点 或者是反射线 反方向延长这条线的交界点 那个叫做虚焦点 这个是虚焦点 然后焦距的话就是焦点离顶点的距离 所以这个呢焦距 焦距的话就是 这边啊 F就是focus point 离这个呢顶点的距离 OK 那一个呢叫做焦距 所以这个符号 OK 物具的话物具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物体假设AB是这个物体 OK 离这个P的距离 所以就是比P的这个距离是多少 OK 比P的这个距离是多少 用这个呢 物具U的符号来诠释 那么针对这个Case的话 它成的像是在镜子后面 OK 所以镜子后面的话 它这个呢这个是它的像来的 所以用A'B'来表达 那么相距的话就是这个像离这个P的距离 也就是用比来诠释 这个叫做相距 那接下去的话呢我们就要讲的就是 诶 所谓的焦距 为什么是等于曲率半径的一半 诶 也就是说这个 F跟P的这个距离 为什么是CP的一半 诶 就是PC为什么是呢 或者是相对来说是焦距的两倍 OK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就慢慢的讲解一下 OK 那 这边的话呢我们先看就是 ABC等于CBD ABC 这边讲了 这一个 等会 擦掉一下 你可以看到呢这个光线来到这里时候 它会反射 反射的光线就是BD嘛 反射的光线是BD 反射的光线是BD 所以呢 就代表说 这边呢中间有一条法线的话 那么 也就是说 这边的角度 I 就等于这边的R 入射角等于反射角嘛 遵循着这个反射定律 OK 那当然 这个是第一个比例咯 然后接下去第二的话 ABC有点等于BCP ABC的这个呢 B的那个角度跟C的这个角度一样 所以就说呢 这一个 这边 现在换成这个角度跟这个角度一样 OK 那夹角是一样的 OK 那再加下去的话 因为 改讲 入射角等于反射角 然后呢 这个角度又跟这个角一样的话 那么就代表说 这整个三角形 这三角形 OK 这三角形 所以 因为这个角度跟这个角度一样 所以 它是属于等要三角形 OK 所以我讲的 BCF 就等于 就是等于 就是等于三角形 OK 所以就 BF 就等跟这个 C的这个呢 长度是一样的 边长是一样的 OK 那如果啊 这里讲说 如果Aperture of the mirror Aperture of the mirror is small 就代表说 这边如果反射面的 这个部分的 这个区域 光进行反射 这个区域的 这个镜面呢 非常小的话 非常小的话 就会怎样呢 就代表说 也就代表说 你这个光线啊 光线这边 假设这个镜面 是非常小的话 那么B跟P的距离呢 是非常 这个B跟P是很靠近的 几乎很靠近 所以就assume说 假设说 这个BF 就等于PF 因为非常靠近嘛 所以我们画这个图的话 假设说 这边是这样 然后另外一个呢 也是这样 很靠近的话 那么就代表说呢 这个呢 他们的距离是一样 BF跟FP的距离 非常靠近 就一样 几乎一样 几乎一样 所以就CF 就造成了这个CF 这边啊 这边的距离 因为刚才讲嘛 CF跟FP一样嘛 所以如果是呢 FP又跟FP一样的话 那么就等于呢 CF的距离 跟FP的距离 就一样咯 所以也就代表说呢 你的CP的距离呢 就是FP的两倍咯 这样子来说 然后刚好我们讲 CP的距离呢 就是这个曲率半径嘛 FP就是呢 这个焦距 所以也就代表着说呢 这个曲率半径 就是呢 焦距的两倍 OK 然后当然这个图呢 是说 这三个图要表达就是呢 在三种不同的镜子里面 虽然都是呈现出奥面 但是呢前面两个呢 要让平行光 这种焦距在焦点上是非常 呃 比较 呃 比较 难的 OK 这一个呢 是比较理想 small spherical mirror 的话 OK parabolic的话就比较难 lar spherical mirror 比较难的 然后接下去的话 我们看 如果是在凹面镜 如果是图面镜的话 成像图是怎样的 所以 这里要记得三条光线 要记起来 所以我们这边看啊 一条 第一条是 与这个组光轴 平行的这个光线 我们叫做平行光 另外一条光线呢 陆色光线呢 就是经过焦点 那这两条光线呢 如果是反射的话 进行反射的话 在这个凹面进行反射的话 会走向哪里呢 所以我们看第一条光线 如果是平行光 那么它反射的光线 就会经过焦点 OK 那 接下去的话 如果是第二条光线的话 我们这边用1 1' 就代表反射光线 然后这个的话 如果是第二条路射线的话 经过焦点 它就会 反射的光线 就会 平行回去 所以这边要记得 两条光线 第一条是 平行光线 进行反射后 经过焦点 物体的焦点 然后第二 是经过焦点 然后平行 回去 平焦焦平 所以这两条光线要记起来 然后你要注意的就是 两条这个红色线的反射光线 它会交接在这一点 一定要是确保 两条红色这个反射的光线 那么这边就会 形成所谓的一个像在这边 因为你要记得 光线是从这边 object发射出来 所以这同样的反射光线 会记得那个点 是这个object的头 所以箭头是在下方 然后呢 这一边它的下半部就是 沿着这个阻光走的 这边也是一样的 ok 这样子画 ok 所以 图是这样 所以这边是用两条光线 就能够知道像的位置在哪里 那么 还有第三条光线的 怎样的呢 就是 这一条 这一条光线 入色光线经过这个球星 所以反射的光线呢 也是回到这个球星的 ok 所以这是呢 三条光线 第三个就是 星星 球星的话 我们简称为星星 所以要记得 这三条光线非常重要 那 那 讲到这个的这个部分的时候 我们呢 就要看 这个物体呢 是 处于什么位置 所以 你看A B A的物体是在球星以外 另外一个是在球星于焦点间 另外是在焦点内 所以如果是在球星外的话 你看A 这个物体呢 要画在你C以外的 C以外的这个部分 C是球星嘛 一般上我们讲球星也是另外一个意思 两倍焦距 有时候题目讲两倍焦距以外 或者是球星以外都可以 ok 所以这一边呢 如果是物体在球星外 就画成这个位置 答案也可以画成在这边 总之是呢 在球星以外 如果题目呢 更要求眼睛有点是数据的话 你就要画 量好好 ok 那成像的话呢 一样的 平行 光 经过焦点 平焦嘛 另外一个是焦平 经过焦点 平行 所以像呢 成像在这一边 所以像的位置呢 一定是在 焦点跟球星内 成的像一定是在这两个指间C跟F之间 如果是物体在球星外 那么形成的像呢 你看比较它的长度的话 AO的长度比这个IA'要长 所以呢 形成像就是缩小的 然后箭头是倒反的 所以是倒里的 然后它是有整时光线汇聚 形成的这个像 所以是10像 ok 然后呢 第二个case的话 如果是物体是在球星跟焦点内 也就是在C跟F之间的话 那么成像一定是在球星以外 所以在C后面 C以外 所以这个在C以外 所以 为倒立 倒立马一样 箭头往下 然后呢 朝下 然后放大的 长度变长 所以是放大 然后是有整时光线汇聚而成 所以是10像 ok 所以你看到呢 这两个的A跟B的特点呢 就是 同样的特点就是 倒立跟10像 那差别只是从一个缩小变成放大 当这个物体慢慢靠近这个金子的时候 ok 那如果我在更靠近的话 更靠近呢 直到它这个物体呢 在脚点内的话 你看啊 这个OAO呢 移到去 这个 这个脚点内 可以的话 那么成的像呢 就会变成虚像了 为什么成虚像 因为 呃 这个 它不是由真实的光线汇聚而成的像 所以你看到呢 光线这边平行 光线经过焦点 第一个 第一个 光线 然后第二条的话 经过 这一边就很特别啊 这边是经过球星 然后反射回去这个星 所以这边所谓的经过球星 没有很直接经过球星 它是经过这个镜子 然后反射回去这个C 总是确保它是平行 呃 一条直线就对了 所以这个第二条光线 当然我不可以用这个 交 经过焦点 然后平行 是因为 它已经在焦点内嘛 这个物体 所以就不能够用那一条光线 所以这两条光线 反射都是来到这个地方 来到左边 它没有呢 这两个呢 反射光线都不会呢 交接在一起 所以我只能够透过它们的 这个反射光线 反方向拉长 形成这个像 所以这个像呢 是虚像的同时 它也成像在 镜子后面的 前面两个是 成像在镜子前面 一般上成像在镜子前面 一定是 这个所谓的 实像 成像在镜子后面 它就是虚像 然后它是放大 因为你看到 它这个长度变长 放大了 OK 那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 如果是 这个呢 这个物体 这个是F 这个是C 如果物体是在球形上 准准在球形上的话 那成的像会是怎样的呢 这个就要呢 想想看 所以大家呢 总结来说一下就是呢 只要是在 物体在焦点以外的话 它形成的像呢 一定是倒立实像的 只是差别是缩小 还是放大而已 如果是在焦点内的话 一定是形成正立放大许像 那来到图面镜的这个成像图的话 基本上是跟奥面是一样的 都是要用同样的光线 所以这边分成了四个步骤 第一个呢 就是呢 平行的光线 平行光 另外一条是经过焦点 所谓的焦点 你看啊 如果是这个 这一个入射光 光线 一直延长的话 它是经过这个F的 但是呢 不可能直接实现过去F 因为它是一定会进行反射 然后第二条的 接下来去画反射光线的话 所以这个平行光 反射光线呢 就是经过焦点 所谓经过焦点 就是反方向拉长 就好像这个图这样 第三个图 反方向拉长 然后呢 另外一个是经过焦点 然后平行回去 所以平行回去的这个反射线呢 一样反方向拉长 所以成的像呢 就是在这个位置 OK 答案我也可以用的 第三条光线就是 就是经过这个所谓的光线 那么反射回去也是一样的 这个方向 所以这三条光线都能够呢 成一个呢 所谓的虚像出来 所以讲它是虚像 因为它不是由真实的光线啊 所汇聚而成 它都是靠着反射线的这个呢 反方向拉长 才能够形成所谓这个像 然后这个像呢 它的特点呢 是怎样的呢 就是成像在镜子后面 虚像缩小 缩小是因为从长度来判断缩小 然后它是真理的 箭头朝上就是真理 箭头朝下就是道理 OK 所以 这边图面镜的话 它呢跟这个凹面镜的 如果 物体在凹面镜的这个呢 焦点内 形成的像呢 有一样的就是 代表它是 有一样的这个点 就是虚像跟真理 只是呢 凹面镜的话呢 那一个是 凹面镜的话 它那个是 它是 放大的像 而 这个图面镜 它是呢 缩小的像 这是它的差别 然后图面镜的话呢 基本上 它都是 同样的这个特点的 无论这个物体 在哪一个位置都好 形成的像的特点都是一样的 形成的像的特点都是一样的 然后这个website的话 大家去可以 玩玩看啦 就是你自行调整 这个蜡烛的位置 那么成的像是怎样的 这个是一个模拟的实验啦 大家可以 check in 这个website 那图面镜的话 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呢 那图面镜的话 一般上我们讲 车里面有装个 后视镜 特别是在 你的车的两侧这一边 它有一个呢 小小一个圆圆圆的 里面一个小小的 这个镜子 它是图面的部分 所以好处是 你可以看到更广的视野咯 平面镜的话 就比较局限咯 还有包括你的那种711啊 或者是商店一些角落 还有放这种图面镜 你看到这个呢 视野更大 可以看完整个商店里面的情况 还有就是在那种 T降生的话 它也是有设这一个呢 图面镜 所以我们今天到这一边 那这个球面镜公司 就留到下一个video讲 好 好